众所周知,鱼姬是一个有着非常强大保命能力的射手,他的二技能,一旦开启,在两秒钟之内,将会直接免疫一切的物理伤害。 对于猴子这种纯输出型的AD刺客来讲,一旦在短时间内,没法击杀掉敌人,猴子就会变得非常危险。 毕竟,鱼姬还是一个输出不低的射手。 嘎罗 嘎罗是一个标准的后期射手,不像鱼姬,还有一定的技能输出。 在游戏前期,装备没有成型的情况下,嘎罗的杀伤力堪称最低,前期甚至都比不上一个辅助英雄。 但在游戏的后期,嘎罗的输出将会非常爆炸。 凭借着一技能增加的射程,只要有闪现,能够和猴子拉开距离,嘎罗想要反杀猴子,并不是难事。 公孙黎 全王者荣耀机动性最高的射手英雄,公孙黎的位移技能相当多。 并且,公孙黎还有一个能够击退敌人的大招。 虽然说,公孙黎的伤害没有嘎罗和鱼姬高,但盛大灵活。 只要能够保证自己生存的时间够久,那输出自然也不会低。 对于猴子来讲,除非用一技能成功地抵挡了公孙黎的大招,不然,很容易被公孙黎反杀。 主班 主班